大家好,现在已经是2018年的7月5号星期四的凌晨 今天已经录了一期视频,那为什么今天在这个晚上呢 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晚上12点 其实是7月4号晚上12点,这7月5号的凌晨 为什么加入这一期呢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新闻 说中国财政部在7月4号就美国将于7月6日启动的 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一事表明 说中国将先于美国实施报复性措施 由于北京时间比美国东部时间早12个小时 所以在两国都是从6日开始追加关税的情况下 中国的行动会早12个小时 所以就是说中国财政部的观点表示 报复措施将从北京时间的6日零时开始实施 那我们这边就是东部时间 那这样的说呢 也就是说明天我们的中午的12点 就是说是我们7月5号的中午12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7月6日的凌晨 零点零时 那么如果这个消息是正确的是准确的话呢 那么也就是说12个小时之后呢 到明天我们的中午12点的时候呢 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 就会呢正式呢开打 如果这个成真 因为现在还有12个小时啊 还没有成真啊 如果成真的的话呢 那我的预言呢也就失败了 那在最后呢这12个小时呢 我依然呢坚持了几件啊 我依然认为呢 我觉得不应该打 我说为什么呢 咱们在最后呢 死鸭子嘴硬也好 怎么样了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6月27日啊 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呢 疯狗马蒂斯呢去访华 见了呢习近平 当时呢这个党媒也好啊 各方面的中国媒体的报道呢 都是就是统一口径的 他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习近平啊 在挥舞马蒂斯的时候说 他说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呢 我们的态度是坚定明确的 老祖宗留下的领土呢 一寸也不能丢 别人的东西呢 我们一分一毫呢也不要 那这个呢是习近平呢 当时呢对马蒂斯说的 这个呢也是党媒呢 不断的呢在这个大肆的渲染啊 那么马蒂斯对习近平说了什么呢 好像在中文媒体上呢 报道呢就不那么多 也不那么详细了 那么这个几天过来呢 我们呢也就知道了呢 马蒂斯到底当时对习近平说了什么 那马蒂斯当时呢非常明确的呢 也表示了美国的立场 他说呢美国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呢 与中国合作 但也会在必要时与中国正面交锋 当时啊这个马蒂斯去中国之前 很多这个党媒啊 还有一些五毛就开始说 说马蒂斯为什么来中国访问呢 就是呢美国现在害怕了 觉得呢这个贸易战呢不可避免 认为呢当初呢美国认为 只要吓唬吓唬中国 中国就胆怯了 就不敢打了 结果呢中国呢是这个牙还牙 以眼还眼 要跟美国呢干到底 那国防部长马蒂斯呢 风格马蒂斯在访华呢 就是要告诉中国安抚中国 就是说虽然我们有可能 打贸易战打冷战 但是美国呢是不愿意呢 跟中国呢打仗的 让中国呢放心 就是安抚中国来呢 放转身段的来示弱 那现在看来恐怕是不是的 马蒂斯呢非常明确的呢 表明了呢 这个美方的这个立场 也就是说呢 在必要的时候 知道吗 坚决呢与中国呢正面呢交锋 那么很多的这个五毛也好 或党媒也好啊 当然首先来讲呢 他们就没有跟大家交代这个 对吧 其次呢可能有一些呢 打了鸡血的这个五毛 就会觉得呢 哎马蒂斯不就是吓唬吓唬吗 对不对 跟川普一样 就是吓唬吓唬 是吧 当初呢 说这个打这个贸易战 也觉得是吓唬吓唬 现在觉得马蒂斯来呢 也呢是呢这个吓唬吓唬 那我们看看马蒂斯这个人 是一个吓唬吓唬的人吗 是不是 那比较著名的2004年呢 在这个费鲁杰 有一个呢费鲁杰的战役 这是当时呢非常著名的著名的呢 一场呢艰苦的一场巷战 啊 这个在打之前呢 马蒂斯呢会晤了当地的武装分子 在会面的时候呢 马蒂斯呢跟他们说 他说呢 我是为了和平而来的啊 没有呢携带武器 但是我呢含泪呢恳求你们 如果你们跟我作对 我就把你们全部干掉 这是马蒂斯当时说的 当地的武装分子呢 觉得马蒂斯呢在吓唬他们 那么最后事实证明呢 在费鲁杰战役结束的时候呢 马蒂斯呢信守承诺 把当地的武装分子呢 全部杀掉了 啊 他没有呢 虚张呢声势 这是2004年 2005年的2月1日呢 马蒂斯称 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军事会议上啊 他称他说什么呢 他说阿富汗就好像是轰鸣的地狱 和他们作战 向他们开枪 能得到很多乐趣 枪毙他们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这是马蒂斯当时的公开言论 那这番言论当然了 在美国国内就引起了轩战大波啊 许多美国的新闻媒体呢 都是白左把持的 马蒂斯就疯了 简直呢 他们就批评马蒂斯 说的非常难听 说马蒂斯呢 是一个从杀戮中寻求快乐的 冷血变态狂啊 那马蒂斯这个封偶的这个外号呢 也就可能由此呢 就就就产生了 是不是 我还是这句话 对吧 我觉得你只要思维正常的 你看看马蒂斯之前说的话 做的事情 还有他这个外号 你就很清楚 马蒂斯是来给你打嘴炮的 是来跟你就是说说着玩的 还是说真的 我相信当马蒂斯跟你说在必要的时候 会与中国正面交锋 马蒂斯的意思 他就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他没有别的意思 literally 是吧 就是 就是这意思 所以呢 我觉得可能跟所有的五毛呢 和党媒想的呢 正好相反 马蒂斯来呢 不是来放转身段示弱的 而是来呢 军事威胁的 实际上呢 就是说呢 川普那边呢 是从贸易战 从冷战来威胁 马蒂斯呢 风格马蒂斯 作为美国国防部长呢 他呢 访华呢 实际上是采取的 就是说 从军事上来威胁 来威慑你 就是告诉你 如果贸易战 你不屈服啊 冷战你不屈服 那么咱们就要 咱们就就就来吧 那咱就就干干吧 是不是 那马蒂斯作为军人啊 他这个之前是军人 但现在国防部长是文官 这个大家也要 也要意识到一点啊 马蒂斯退役只有三年 按照美国的规定啊 这个军人退役要七年之后 才能从事这个文官的这个职务 但马蒂斯呢 三年呢 就从事了这个文官职务 就说马蒂斯呢 在参众两院呢 在国会呢 得到了这个巨大的呢 这个支持 因为呢 当时我记得参议院的领袖呢 当时就说 说马蒂斯呢 属于叫做这个将军中的这个将军啊 呃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最好呢 是尊重了他的态度 因为之前呢 我们并不尊重了川普 我们觉得川普呢 就是个糟糕头子 胡说八道 喜欢胡说八道 虚张的声势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一直呢 没有就川普这个 在竞选的时候 说了柴拿柴拿柴拿 说了好多好多的柴拿 我们从来就觉得他就是说着玩打嘴炮 是吧 那现在看来恐怕是不是了 那如果你现在再认为马蒂斯是打嘴炮的话呢 我觉得那明天恐怕中共就为自己呢敲响了呢 丧终 从呢这个美国和苏联冷战之后呢 这个世界的格局呢 好像还没有两个大国之间的发生这么大规模的 就是说呃 冷战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贸易战全面打响 因为啊 在这个7月4号的时候呢 这个是7月4号还是7月3号啊 反正这个川普啊接受这个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 川普呢跟福克斯电视台的说 他说如果中国在贸易战上回击的话 那么我有可能呢就不再是2000亿了 他原先说呢就是说500亿 如果中国回击呢 他就提高到了2000亿 但川普说呢 就在7月3号7月4号他表明 他说如果中国还击的话呢 我可能不是2000亿 我是直接提高到呢5000亿 就现在看来 我上次就说过了 川普他的所有承诺 几乎是百分之百全部都实现了 是不是 他建墙也好 贸易战也好 他要把这个大使馆签到耶路撒冷也好 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也好 退出什么TPP也好 反正几乎他所有的承诺 他全部都兑现了 他当初承诺还要退出联合国什么 教科文组织什么 是人民组织什么的 反正最后呢也实现了 是不是 就当时这个我们觉得 他觉得就是活儿八道 到最后呢也成真了 7月3号也好 是7月4号也好 川普在福克斯电视台 介绍采访采访的时候 说的如果直接从2000亿到5000亿 我告诉你 如果川普说出来 以我们现在对川普的了解 这不是虚张声势 以我们的了解 玛丽丝如果说是存在打热战的可能性的话 也不是虚张声势 而且从17年到18年 美国的国防预算增加了800亿 现在好像说 2019年的国防预算又要再增加 要在2018年已经增加了800亿的情况之下 再增加300到400亿 但是具体数字现在还没出来 因为是2019年的 但2018年是实实在在的增加了800亿 好吗 而且五角大楼 十年之内没有出过新的国防战略报告 也就是所谓的国防白皮书 那么去年马蒂斯上来之后 是十年来发布了首份的 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 由马蒂斯主持来写的 他说把大国竞争作为首要目标 反恐不再成为焦点 也就是说过去的十年 美国是把这种恐怖主义国家 把反恐作为自己国家的一个战略目标 那么从马蒂斯去年上台之后 马蒂斯认为反恐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 是不是 我们也看到了在奥巴马时期 IS组织 是不是 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么自打川普上台 换了马蒂斯之后 简直就是放开手脚了 是不是 那么在叙利亚地段 IS他们站着 当初战领区 现在可以说90% 都已经被美国回收回来了 那么北朝鲜现在也怂成大熊猫了 是吧 你看金正恩以前一出来都 现在金正恩就是真的怂成大熊猫了 看着就跟憨太可疑的大熊猫一样 天天 是不是 那么全球的恐怖分子 基本上就都歇菜了 那么马蒂斯现在说把大国竞争作为首要目标 实际上他的敌对国 对不对 他没有明说 但是实际上来讲 敌对国就是俄罗斯和美国 是吧 现在俄罗斯实际上也在放转身段 是不是 也避免成为我所谓的傻袍子 是不是 见了枪不躲 那么现在我真的是不明白我们是怎么想的 我一直以为习近平比较聪明 是不是 那么还有12个小时 我的幻想可能就要破灭了 习近平看来比我想的要笨得多 但是我们看12个小时之后怎么样 但是我到现在 我依然认为 我觉得到了最后的 就好像以前就是说打赌 说两个车相撞 两个司机开着两个车相撞 就要堵到最后这一秒是谁 突然的一拧把就躲开了 是不是 那么还有12个小时 也就是说两辆车相撞的 最后的这一刹那 我们看最后谁来拧 这个把 好不好 我要说美国对军队 就是说他这个白皮书之后 就是说美国军队的军事运算逐年再增加 如果中国跟美国就是说真的在明天爆发贸易战的话 很有可能明年2019年马利斯可能是最高兴的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说2018年的预算 因为现在美国20万亿的国债 川普就是要降低预算 18个部门 就是说环保部门是降了31%的运算 就是国务院是降了29%的运算 18个部门 15个部门都在降预算 只有 就今年2018年 只有三个部门的预算增加了 一个刚刚我说的国防部增加了10% 这是最多的 剩下国土安全部和退伍军人部 可能各涨了8%和6% 这些全部都是跟部队有关的 而且川普的说法跟马利斯是不谋而合 都认为美国的军舰要从250艘增加到350艘 要增加100艘 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找国会要钱 对不对 国会当然就是说不愿意给这钱 对吧 因为我记得01年还是03年的时候 当时出过一个国防预算法案 就是说要把国防预算控制在5940亿美元 就不让它增加 但是现在据说 已经就是说在那基础上增加了29%了 已经就将近超越了30%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国会按理说是不希望国防预算太高 军事预算太高 那么如果明天真的两国爆发了贸易战 其实上这种 如果川普信守承诺 就是说500亿中国一根 马上就增加到5000亿 那就是全面贸易战 可能迅速两国的关系就冷化到冰点了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新的冷战 那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国务院我相信马迪斯就太高兴了 明年这个预算 短暂还说增加个300亿到400亿 这样明年可能就增加个 又得增加个600到800亿 那么当年当初 就是川普说说成三年之内 要把海军军舰的增加100艘 那可能算到两年 是不是 那恐怕这个东西就来了 是吧 那在最后的12小时之际 两车相撞之际 我不知道习近平看不看 有没有订阅我们频道 对习近平先生的说 习近平先生 最后看你拧把不拧把 如果不拧把的话 我觉得不能说丧终为中共而鸣 因为我觉得中共可能能挺过去 但是习近平就未必能挺得过去了 那么我觉得最起码可以说 明天的中午的12点 如果真的开始的话 我觉得最少可以说 也不能说丧终为习近平而鸣 因为习近平也不会 就是说都要性命 是不是 因为中共来讲 就是默认来讲 一把我们是不动的 不管是毛泽东 是邓小平 是江泽民 是胡锦涛 我们尽量不动头一号人物 就他下边人都动了 我们也尽量不动他 因为对中共脸面上来讲 是不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应该没有生命之忧 但是恐怕下一届 他是去年刚开完十九大 对吧 今年开始第一年 五年一个任期 如果明天开始打了贸易战的话 那么习近平 我告诉你 这就是你的最后一届了 你不可能连任了 我不管你有没有接班人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终身制 我很清楚的告诉你 明天只要开打 那么最起码我觉得丧终 是为你的执政 而名 对 是为你的任期而名 那么这就是你的最后一个任期了 那么你到底聪明还是不聪明 因为我经常说习近平这个人 我测不出身前来 那么终于有一件事能看到习近平的身前了 那么在最后倒数十二小时之际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最后到底是我对了 还是习近平蠢 好 那这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